第一次月考上面 請你增加比重 第一次是30% 第二次的話也是30% 第三次的話呢 改成40% 所以 三次的比重都不一樣 所以呢月考的總成績 那你要怎麼算會比較快 當然如果你 不會用那個 函數的話 以前的做法是下一個公式吧 那個公式的話就等於什麼 等於 他的成績 什麼乘上 對不對 乘上他的什麼呢 比重 所以 乘 上他的比重 再加上什麼呢 加上他的第2個成績 乘上 他的比重 再加上 他的成績 然後呢 乘上 他的比重 OK應該我想這個基本規則 只是說這樣 當然不夠快 要怎麼加快 當然你就可能需要用到函數 那你會想說哪一個函數可以辦到 等一下來看 當然特別注意向下填滿 記得把什麼呢 比重在11列 所以呢記得看到11的地方 加一個什麼 錢的符號 為什麼要加錢的符號呢 其實就鎖起來 他就不會動了 不然你等下向下填滿 他就跑掉了 他D11 變D12不對啊 比重有點是在11列 OK 打勾 向下填滿 那第一個沒問題 可是第二個 同樣的事情 有沒有更快的方法 當然有 你可以用什麼 背注下面 插入函數 找到那個 同計與三角 往下 往下 找到那個SAM函數 的下面那一個 SAM 往下有一個 下面 有一個叫 SAMPORDA SAMPORDA函數的話 其實他底下有個說明 傳回多個陣列 或範圍中 相對應 元素 乘機之轉合 意思是什麼 給他一個範圍 第二個範圍 他要把 這兩個範圍互相乘 乘完之後幫你加轉 那不就跟剛剛 我們做的事情是一樣嗎 OK按確定 第一個array 就是你的比重範圍 第二個範圍呢 是你的成績的範圍 那一樣 如果是11列的話 請你在11的前面加個前的符號 11前面加一個前的符號 把他鎖起來 不然你等一下向下填滿他要跑掉了 又錯了 按個確定 向下填滿 你會發現 全部做完之後呢 結果是一樣 小數點把它變整數 OK 那你會發現呢 用剛剛的第1個方法 跟用剛剛的第2個方法 結果 會是一樣的 但是呢 利用第2個方法 我想應該效率會比較高 因為 向右 再拉一下 那尤其是 像現在只有3次月考 如果你有 還有平常考 還有一堆考試 那不是你要 這個層這個 層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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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層到瘋掉了對不對 那可是如果你用3Poda的話 拉一個第1個 拉一個第2個 兩個範圍自動幫你相乘之後幫你相加 OK 那相對的呢 會比剛剛的這個公司 來得快很多 不過也是一樣 記得就是你向下填滿的時候 記得要把什麼呢 把那個 就是 錢的符號 要加上去 OK 所以第1個 利用那個3Poda 做兩個範圍成績 的總和計算 OK 第1個 3Poda 部分 那第2個的話呢 三角函數裡面還常用到什麼 像那個Sumif 什麼叫Sumif呢 Sum加總 if是什麼 邏輯判斷 那意思是說呢 它會加總 是有個條件存在 什麼條件呢 OK 那接下來 請各位再看一下那個Sumif Sumif 那移到上面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那個 銷售 部 的獎金總和 跟開發部的獎金總和 那開發部在哪裡 在這裡 一個兩個 三個 那以前的做法也許 你用人工來做啦 你當然用看 用看的當然你要把它加總 可是喔 現在不是這樣 如果你用看的話其實蠻辛苦 這邊資料還算少 如果資料多的話那不得了 所以有沒有比較快的方法 當然有 其實 我們的判斷的條件在部門 要加總的範圍在獎金 所以你可以用什麼 游標放在 那個 C8的地方 要判斷銷售部的話 你插入函數 找到那個數學三角裡面的Sumif 記得喔 如果 要加總 但是 會有一個條件存在的話 Sumif非常好用 OK 按確定 他會給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什麼呢 你要判斷的範圍在哪裡 所以特別說 第一個儲存格 我要判斷的是部門 裡面的銷售部 所以呢我就Range 把所有部門的範圍先選起來 第二個條件呢 就是什麼 Quartelia 這個意思就是說 那你的條件是要這個範圍裡面如果是什麼呢 是銷售部的 所以你在這邊 輸入那個銷售部三個字 所以這邊的話 我就把那個銷售部 OK 直接輸入上去 幫我找一下喔 這個範圍裡面有銷售部的 那你會發現他找 一個 兩個 三個找到 可是實際上我們要的 不是要找到 這個銷售部有幾個啦 如果有幾個你用Conif 但如果說你要 找到之後呢 把他的獎金加起來的話 那第三個有三Range 你可以把獎金的範圍選起來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就會根據什麼 如果範圍是銷售部 才加總 但是如果不是銷售部的話呢 那當然就不加總 按確定 你會發現4500 OK 就是這個加這個加這個 那一樣喔 開發部的話 其實你可以把剛剛的公式 複製一下 取消 貼到那個 第二個開發部 把那個銷售部這個銷售兩個字 改成開發 然後按個打勾 你會發現 他因為第二個條件 改變了 所以他幫你找 開發部 1000 開發部1500 加起來就2500 OK 所以基本上 Someif 主要是 需要提供給他三個 三個條件 第一個 是你要判斷那個範圍 第二個是什麼條件 第三個要加總哪一些 資料 哪一些範圍 所以這個地方我想各位稍稍熟悉一下 第二個的話呢 銷售金額是5萬以上的 有哪一些 所以 這三個是啦 所以把這三個加起來就對了 底下這兩個不是 所以這兩個不加 那做法上也是一樣 游標放在那個 我們的 C20的位置 一樣用什麼 數學 這個SUMIF 數學三角 按確定 那RANGE的話呢 是銷售額 QUATERIA是大於5萬 所以 特別重要 請各位自行輸入 大於5萬 那你移開的話 他會自動幫你在前後加雙以後 表示呢 他把它當成一個文字 然後 SUMRANGE是要加總的範圍在哪裡 就是銷售人員 幫我把銷售人員有幾個 幫我加起來 按確定 26個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利用 這個叫做什麼 其實他的那個這個函數應該叫 有條件的加總 條件就IF 所以特別注意喔 那個規則 大概就慢慢熟悉一下 123 那做完之後的話 請各位 再開啟另外一個範例檔案 就第一個 數學函數裡面 有一個叫什麼 教師研習 這個什麼呢 實數統計表 打開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 續責1 指的是 學校裡面有20個老師 1到20號 續責2呢 是有參加 他 以Sale入門 教學的研習 總共有 14位 所以 有一些老師沒參加 有 6位老師沒參加 所以 那可是問題來了 我希望怎麼樣 幫我在這邊 把他們的 研習時數怎麼樣 加過來 那當然你不是要你怎麼樣 王庆路看一下有沒有 沒有 0 OK 那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這樣的話 你要做到 所以呢 你就可以利用 剛剛的 Sumif來做 可是這裡會有跨工作表的問題 不過也沒什麼關係 所以怎麼樣可以完成這件事情 OK 這個地方是入門教學 那如果說 假如 你把續責2 再複製一個 然後把它變成續責3 這個的話呢 你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那個 進階好了 假設 我們又開了另外一班 叫進階班 把這個改成進階好了 然後 有兩個老師沒參加 第一個跟最後一個 剛好沒參加 假設 第一個跟最後一個沒參加 所以你把編號重新編一下 1 1 這邊的話你可以 1 1 編號應該會吧 按Ctrl鍵 向下填滿 1到12號 那時速的話呢 每一個人都是兩個小時 這個時候呢 你就不需要按Ctrl鍵 直接拖拉就可以 每個人都兩個小時 OK所以呢 會有續責3 這個續責3裡面 就是進階的教學 進階教學 頭尾兩個老師沒參加 他們的時速都是兩個小時 那請問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幫我把 入門跟進階的時速 加總到前面的話 這個地方 該怎麼做 OK 可以試試看 這個用三米符就可以完整 當然如果你不會三米符 那 恐怕只能 吐髮煉鋼了 這個我想 吐髮煉鋼 是太浪費時間了 有時候寧可啦 你把這個東西學好 以後工作起來 就會 非常的 好 而且 至少感覺 好像你在做這些資料的時候 會 比較 能夠得心應手 而且我相信 你在工作上的 這種 成就感 這樣會比較大一點 而且會希望 這東西如果每個都學會的話 以後看到任何資料 馬上就可以把結果 給得到 報表很快可以輸出了 可以得到 你要做的那個報表 然後這地方的話 要怎麼做 請各位試一下 入門 跟進階 那進階的話跟入門 不一樣的地方是 第一個跟最後一個沒參加 然後編號重新幫我編一下 時數的話呢 那都是兩個小時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在前面呢 把那個 研習的總時數 全部 加總到 前面的話 那就該怎麼辦 那裡面可能有一些老師有參加 如果有參加 就把他的後面時數加到前面來